这刚刚把这个手机收起来 就又马上BBC又推送了一条 这个突发新闻放到我手机上 然后看了一下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也是刚刚发生的 在中印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 印度三名军人被中方打死 现在据报道 中印双方正在紧急召开军方的会议 在磋商这件事情 避免局势进一步加剧 现在我看到两条来自不同的消息源的报道 一个是BBC 他只是说了是三名印度军人 但是我另外看到一条消息的话 就更事态更严重一些 就是其中这三名印度军人当中 包含了一名印度上校 如果是真的是有一名印度上校被打死的话 可能是这个问题可能就比较严重了 因为上校的这个官阶已经比较高了 已经是这个属于高阶军官了 目前还没有关于这个事情的进一步的报道 这个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一句话 突发新闻而已 我相信现在中印双方也正在密切的接触 因为本身中印在边界问题上 这一个月左右吧 事态不断的升级 据这个新闻报道呢 双方也都在边界 就边境这个地方呢 也都在增兵 但是我个人还是不相信 这个最终会引发这个两国之间 因为边境之间的战争 大规模战争应该是不会引发 但是今天这条印度有三名军人被中方打死 这条突发新闻呢 不知道会不会对最后的这个中印解决边境问题 产生一些变量 产生产生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我们要拭目以待 这条新闻我们会持续跟踪 大家也可以上网搜一下 看有没有其他的更详细的这方面的报道 这是第一阶段的 我不是一个短暑过算 我不是一个独立的 但是我会不得了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